大家好,我是博学老雕虫 这一期我们的好莱坞名人鹿系列 应粉丝的推荐 然后我自己本身也特别的喜欢 这一位好莱坞成名已久的眼镜羊 在揭晓他的名字之前 我呢也为下一期好莱坞名人鹿 做一个小小的调研 在以上的这三张图片当中 你呢最希望老雕虫下一期讲哪一位 可以直接在这里投个票 就第一眼按照你的感觉盲选一下 比较了解的也可以猜一下他们的身份 我已经把他们三个人的名字 发在主意动态里 方面一些高手看看自己有没有猜虑 好了,现在我们介绍一下 本期名人鹿的主角 先寄他的盖头来 让我们看看他的脸 好,现在有请小姐姐自爆一下家门 Hi, I'm Samantha Rohn 三班萨 1994年生于美国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 5月5号出生的他属于金牛座 2012年就已经开始在好莱坞打拼了他 天子当中,还是说在他拍摄的时候 总是可以看见他这甜美的发自内心的笑容 因此不仅是他的观众员 他在好莱坞的导演界以及整个业界当中 口碑都是相当的不错 爱笑的女孩当然运气也不会差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在他吸引之后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虽然说是远嫁东欧小国捷克 但是娶他的那个男人是真心的爱的 对于萨曼萨荣耳来说 在事业上打拼多年之后 依然收获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的爱情 还有什么事情会比这件事情 要让他快心快乐呢 但是对一个演员来说 尤其是女演员 如果说我们只谈论他的容貌 以及他的性格的话 却不谈及他的演技 很明显是对人家的一种侮辱 萨曼萨的演技就如同他的笑容一样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 那就是自然 自然的恰到好处 随着他在这个行业的资历 以及自身年龄的增长 逐渐变得纯熟而自然 我们知道欧美的女演员 早熟的会比较快 但是容貌衰老的也会比较快 演员呢 就得不停地接受自己角色定位的转型 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型 综合萨曼萨Rune的好莱坞经历 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当然是刚刚进入影视圈的时候 那一年他19岁 在这个阶段 他拍摄的影片 是充满了青春阳光的 青春可爱的小女生的形象 这个时候戴着眼镜的 他是楚楚动人 笑容至于 像是你大学时暗恋的那个女孩 忍不住地让人心生怜爱 而且为了拍戏 他给自己配的眼镜 从来都不是最潮流的那种 不光是眼镜的造型以及材质 就光这乌青抹黑的颜色 都会让人觉得有些古板 但同时呢 也意味着一种正经 这种正经的女孩 谁会不爱呢 所谓少华意识 他的这个阶段呢 并没有维持的痕迹 他在青春的脸庞上 随后也能看见隐隐约约的雀蓝 2015年之后 他的影评形象开始发生变化 角色定位由当年的青春玉女的形象 向着职场强人而转变 这个时候 他的面容已经得靠化妆来进行一些演示 但是呢 个人却觉得 他的这种化妆的加持 虽然不如一开始的原生 他还看着那么自然 但是呢 却多了一份精致和洋液 而就在自己演艺生涯的这个阶段 他渐渐地摘下了自己的眼睛 因为眼神的表达也是演技的一部分 如果说戴上眼镜的话 会对眼神的表达产生一种阻断的效果 当然摘下眼镜之后 人众也能更加的专注于他的脸庞 比如说像我这种比较喜欢看脸的 这个时候呢 就有种看全景的感觉 没有这道非常的直观 毕竟Sama Sarun的颜值 就算是放在中国 也是符合国人审美 虽然说带一点寒风 但是人家是纯天然的 但是呢 遗憾的时候 这正转型期也没有经过多久 两年之后 他就进入了生涯的第三个阶段 也可以说是最后一个阶段 没错 他已经肉眼可见的发福了 但是呢 当他农妆叶末 画上妆的时候 依旧是那么的好看 会有一种突然被惊艳到的感觉 他演艺生涯的第一个阶段 我们可以总结为清纯素颜阶段 第二个演艺生涯阶段呢 我们可以总结为农妆叶末时期 那么他的第三个演艺阶段 我觉得可以总结为 演技爆发 以及充满韵味的事好 这个时候 他的演技 已经打磨到 可以被一些剧情片导演 青睐的地步 比如拍摄 加勒比海盗的那家公司 就曾经邀请他参与 拍摄美国战歌这部电影 关于这位小姐姐的最后归宿 我们在之前也已经聊过了 他在吸引之后 远嫁到了捷克 收获了自己的幸福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这样子了 最后呢我们再欣赏一下这个养眼的颜值 就这样吧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